Hello 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新一集的街頭智慧 我是CAM,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去講一個響噹噹的長線投資策略 這個策略不單只是一個系統非常清晰、非常容易操作的策略 亦都是低頻和適合長線的投資者 究竟這個策略是什麼?就是九股理論 因為所有的策略其實都有它的盲點 而正正坊間就是因為九股理論若干有少少盲點 就創造了小九股理論 所以今集不單只跟大家去看看 backtest 九股理論究竟有沒有用 第二就是去backtest 了小九股理論 究竟用起來九股還是小九股會更加利好我們的投資呢? 最後都提一提大家,記得記得看對最後 因為我會給大家香港和美股的九股名單 自己投資了20年,什麼分析工具都幾乎聽過用過 什麼RSI背詞,列口一定要補 死亡交叉又不交叉,浪費了我今次和青春 最後發現統計是最實際 我會以backtest 成工具,一起揭開一些假分析的面具 不要再走我走過冤枉路了 在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不單止是YouTube 甚至是Facebook或IG都有很多不同的內容跟大家分享 回到我們的正題 今次的九股理論其實是一個長線穩定增長的投資計劃 而它的系統非常之簡單,每年只操作一次 非常之低頻就可以達到九股的要求 這個九股理論其實是由著名的基金經理 Michael而創造出來的 所謂的道指九股理論就是這樣去彈伸出來的 當時這個九股理論是有長期跑贏道瓶斯工業平均指數的紀錄 所以是後期被很多的投資者去景仰又或者去翻用 到底這個這麼偉大的九股理論是怎樣去操作的呢? 很簡單,它只需要在你的指數裡面的成份股 譬如你道瓶斯工業平均指數30隻籃籌或者恒生指數50隻籃籌的話 它就選出最高的股息率的那10隻作為投資 然後就將你手頭上的資金平均分配到這10隻的股票 而去到每年最後的一天交易日就會重新計算過 究竟當期時候股息率最高的10隻股票是哪10隻 然後就會剔除已經不再是頭10名的股票 這樣就做一個rebalancing的動作 再去玩回新的一年去做 所以是一個每年操作一次 而且股息率這件事基本上你很多的網站都可以找到 阿斯達克也好,Morningstar也好 雖然會有少少的不同 但end up你的回報都是大同小異 所以是非常簡單的一個策略來的 這個策略有好處也有壞處 這個所謂的九股理論 第一它就是它剛才說到的操作簡單 而且因為它是考慮到股息率 而股息率是考慮到價格和息率的 所以你抽取10隻股息率最高的股票 它一定是牌息會相對高的 所以就算它不升上去 它派息給你也挺和味的 而第三點呢 就是由這個所謂的股息率衍生出來的 為什麼呢? 就是股息率為什麼會高呢? 原因一是它的派息真的高 第二就是它的派息保持不變 但是呢 它的價格跌了下來 即是說低殘 意思就是說每年你都會找到相對低殘的股票去作為投資 所以風險也會較低 所以這三個優點就是所謂的九股理論 帶給我們的 而當中也有這麼偉大的投資 理論當中肯定是有相關的盲點在這裡 這個弱點在哪裡呢? 第一就是它考慮高股息率 但是其實它沒有考慮到其他基本面的因素 所以前景可能不會包配在裡面去考慮 所以這裡大家要注意 第二點就是有一些股票它有特別息 所以它也會計算在內底下 有一點點會是不穩定了 當然你可以自己做的時候 你可以抽離一些特別息的個案出來 然後再去抽10隻股息率最高的股票出來 也不是說不行的 第三點就是 因為美股市場沒有什麼一股一股去買 但是香港市場是一手股票一手股票買的 所以你看到10隻股票 10隻要砌到平均分佈 你的組合分分鐘已經是50萬至100萬的水平 所以緩減相對的會較高的 所以就是有這3個的約項在這裡 一會兒會跟大家講一講 第三點會比較多一點 就是如何去處理這個約項 但是在開始講這個約項之前 都講一講究竟這個九股 今時今日有問題嗎 這裡要考慮到今時今日 我們就抽了近10年的香港市場或者美國市場 用九股的話會有什麼結果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要再看20年30年的紀錄 其實我們以前的加投指揮也有去做到 就不是現在近10年那麼貼視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首先事不宜遲 立即就看看這個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過往10年 即是2010年至2019年這個 部署的組合這10次 其實你會見到總回報這10年 是79.16% 足足比恆生指數大概20% 是高了接近4倍 但是maximum drawdown 都有的 就負16.33% 雖然比恆生指數好的 但是其實都不小 什麼叫maximum drawdown 就是說你如果每年都是這樣做你的九股理論的時候 咦,最多可以跌多少 有一年最多跌幅那一年可以跌到多少 那就是這個最大跌幅 所以這個是作為我們考慮一個組合的穩定性 一個很先決的條件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代表大家79%回報 和maximum drawdown是15-16% 那第二,美股市場又如何呢? 其實我們看回美股市場的結果更加帥仔 你會見到總回報是達到277% 而maximum drawdown 所謂的最大跌幅是NA 什麼意思?什麼叫NA? 即是說呢 其實它近這10年 都沒有輸過錢 沒有輸過錢 最多只得最少升幅 並沒有最大跌幅 就有0.02%的升幅 有一次就試過 整體的回報上都非常吸引 所以這裡首先要留意 所以整體來說 無論是香港或者是美股市場 都是跑贏大股的 這個狗股理論 的確是做得不錯的 那現在就回頭說回 剛才我們說到的一個門檻過高的盲點 其實因應而身 就被市場創造了一樣東西 叫做小狗股理論出來 為什麼小狗股理論呢? 就是純粹我現在不買你10隻的籃籌那麼多 我可能沒有這麼大的預算 我只是買頭5隻高息的 可以嗎?高股息率的可以嗎? 那這樣就衍生了市場 就衍生了一樣東西 叫小狗股理論出來 操作就一模一樣的 純粹就是把10隻的籃籌 變成5隻的意思 平均分佈在5隻那裡 將資產每年又做一次rebalancing Exactly一樣的一些策略來的 那我們當然小狗股還是狗股厲害 當然要經歷過我們的界頭智慧 去backtest才知道 那我們這裡就給大家 恆生指數 恆生指數見到總回報是66% 最大跌幅是-24% 我說完美股先一次過做總結 美股方面你會見到是352%的總回報 小狗股理論大比奧田 但是maximum jordan 就相對比剛才的狗股理論大的 就有-11% 就有一年跌了下來 這十年間就是-11% 總結上面那些東西 這四個的不同部署策略 再加上比較 只是買恆子或者S&P 或者道瓶子公的平均指數 那個表現去比較的話 我們這裡 我拖一拖這裡 我的人遮住了 我拖一拖 你會見到總回報方面 香港先 香港其實你用狗股理論 回報的79% 是贏了小狗股或者恆生指數的 所以只用狗股理論已經可以了 而第二點值得一提的也是 maximum jordan 其實也是最小的 只用狗股理論的話 所以你見到恆生指數 香港來說 反而你用什麼小狗股的 就沒有什麼意思在裡面 因為你雖然是令到門檻 你的組合的門檻 不用那麼多資產可以去做到這個組合 但是你反而換下去就是回報又低了 但是maximum jordan 就是穩定性也是差了 回到美股市場又怎麼看 美股市場 狗股理論的總回報 就是277% 其實真的跑輸了小狗股352% 但是如果你看到maximum jordan方面 就是-11%的小狗股理論 其實是比狗股理論 或者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都是來之多 即是說穩定性是更差的 即是說什麼呢 如果我的話 就反而是會考慮 無論香港市場又或者美國市場 都是用實實在在的狗股理論為之合理 因為你美國市場的小狗股理論 其實不幫到你什麼 因為剛才說過小狗股的目的 其實是說著把門檻降低 但是你美國是一股一股地買的 所以基本上你本身的門檻已經夠低了 就是在美股市場上 所以你小狗股還是大狗股還是寶寶小狗股 其實一樣的門檻都是這麼低 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幫助這一點的盲點 所以總結以上就是 就是狗股理論在香港市場 美國市場都是贏了我自己覺得 都是贏了小狗和大市的走勢 最後說到狗股理論這麼厲害 我當然也是想送回 即是今年狗股理論的名單給大家 這裡首先就是香港 這10隻狗股的名單 以及美國的 也有下一個slide 這裡也會呈現給大家看 注意的是 操作原先應該是12月31號做一個結算 然後1月1號第一個假日 就做一個買入的動作 不知道你看節目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可能3月份4月份5月份 所以你要衡量一下 你過了時多久這個位置 或者其實都不要緊的 你下一年你就懂得怎樣去做 是不是 好,那今天的時間又是這麼多 好,最後記得訂閱和讚好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支持 投資不是大學專利 拜拜 我自己的退休年 最後的環球巡迴分享會 現在去到吉倫波站 3月28號會搞得長 香港3月20號已經是 全滿了三四百個人報名 但是退到去 4月8號 看看大家是否有空 是免費的 澳門站因為疫情影響 我們暫時設定了4月7號 Online的 都一樣去召見大家 希望最後的環球巡迴會 會見到大家 陳sir的旗子旗權分享會 教大家簡單用一招的 MACD 用了這麼多十年的牛熊出入市策略 3月30號 分享會 免費的 去見大家 大家也可以留意 它直播 也會回來和大家見面 我們2020年全新的升級版2.0 3點鐘和9點鐘 希望和大家四個環節 一起見面 接下來的2020年 我要做富翁的Summer Internship 開始正式報名 首先 我們會優先考慮 已讀相關課程 或者已經讀完齒輪理論課程的同學 2月21號開始接受報名 下面的QR Code 就有連結了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一起進步 2020年 我們繼續有不同的 免費試堂和分享會 大家有興趣的 按下連結 了解一下報名 接著 我來購誇 再按下 並dfmo 製造成 4人 5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